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编 那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身上剩22匹叶子 那我现在来拉动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主要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韩版最近调整了这个可以进去的时间 变成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以进去 那大家都知道 目前拉动在台版的时间跟他的出王的这个方式已经有做调整了 那再加上韩版的这个改版之后 台版后续也会跟韩版一样 是只有两个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可以进来这边 然后打王的时间就通通都是固定的 所以也就是说 以后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看到更多的这个敌萌玩家在里面 那除此之外啊 现在画面左边开起来的是这个 简取宝物的这个清单嘛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可以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的是 目前是绿叶的这个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还可以拿到 黑暗妖精士兵的徽章 还有魔法娃娃的制作硬币 那我们就继续给它打下去吧 那大家看到现在叶子剩下三片 那刚才都是在绿叶的这个状态下去打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列表里面列出了什么东西呢 包括有印记 然后娃娃制作硬币 还有黑暗妖精的士兵徽章 那士兵徽章当然是最多的 那我们现在剩下最后一片叶子哦 这片叶子打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灰叶的状态下 会打到什么样的东西 第一只怪是 什么东西都没有拿到 第二只怪是空的吧 我刚才有11只 没有打到任何的东西 第三只怪也是空的 再来 下一只怪拿到的是 娃娃制作硬币 十个 那这几只怪 其实你已经可以发现哦 已经打不到 黑暗妖精的士兵徽章了 那印记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打不到 我有测试过了 印记的话也是打不到 也就是说当你在 灰叶的时候 所以进来拉动的话 只会打到 娃娃制作硬币 那如果你缺娃娃硬币的话 当然是可以这样打 但是如果你想要有 比较多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是灰叶进来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 这个结论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因为现在台版 还没有把拉动的时间 缩限在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打拉动 不管是你灰叶状态下 你要去把这个娃娃制作硬币 拿多一点也好 或者是说你想要去赚 其他的这些材料 无论如何 建议你趕快趁着 还没有去调整时间的时候 赶快把这个时间 能进来多久 就进来多久 要不然到时候改版之后 这个地方 应该基本上都是会打架 你连打个小块 可能都有点难度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讯息 那喜欢小编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影片的右下角 按下订阅 就可以随时收到 我们最新的攻略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个测试 影片给大家参考 那这段影片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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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